怎么情况下能灭共 所有这些条件都不能灭共 但这些条件加在一起 他才能灭共 就是三道大门都打开 内部的经济金融崩溃 房地产崩溃 粮荒 然后呢 共产党内部的剧烈斗争 又对台湾采取了愚蠢的行动 然后去挑战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略经济利益 狂妄地向征服美国 征服这个欧洲 然后在广东香港 采取更加极端的活动 然后国内更极端的 所谓清零 然后疫苗灾难 又大量的导致人口死亡 国内采取高端的施压政策 然后日本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围堵政策 从围堵变成了围杀 就是脖子上戴上 戴刺的项链 说中共的第二导臉 第三导臉 我就给你链子上 给你戴上刺 你只要动就扎死你 这种时候 共产党内部一定是狗急跳墙 这时候也可能要是核武器了 最后没有任何选择的 中国共产党内部 一定会出来 而这帮孙子全干掉 共产党不复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单独因素 可以灭掉共产党 这就是台湾的同胞们 不要想象的 就是一个原因让你赢 是不可能的 多个原因让你赢 没有共产党了 你就赢了 有共产党你永远赢不了 你只是暂时性的安全 一定是综合原因灭掉共产党 共产党你就想到 出来一个袁世凯 就把习干了 就灭不可能 美国灭不可能 像现在必须欧洲认识到 共产党绝对是我们的威胁 俄乌战场的后面帮休 是共产党 非洲认识到 这是对我们的经济巨大的威胁 拉美洲认为政府的威胁 中东认识到 哇塞 这所有的问题都是共产党的威胁 美国也意识到 日本认识到 亚洲认识到 全球认识到 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 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得发生 少一样都灭不了共 只有这些东西全面发生 共产党才会彻底被消灭 否则共产党带给人类的灾难 可能是毁灭性的 带给中国人的灾难 也是毁灭性的 所以说我觉得 美国 日本 以及欧洲 完全明白 现在不消灭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问题 都会成为战争 成为灾难 这是我认为 美国现在拜登政府 叫做 伊斯拜登 还有米勒将军 非常清楚的看到 这就是我们爆料革命 新闻需要 以法灭共 以钱灭共 以黄灭共 以月灭共 以为真不破 以真灭共 全面的联合在一起 然后是以毒灭共 以苗灭共 现在是内部 以清零灭共 然后现在有伊斯拜登 也帮助我们灭共 这所有的集合到一起 之后 打掉 不要天真 不要倚靠单一条件 不要忘了我们最基本的 是灭的是一个邪恶的共产党 更不要犯 过去几十年 中国人犯的错误 老希望别人帮他灭共 或老希望共产党出现 哪个领导死了 哪个多少下来会灭共 都不可能